我国本土确诊数连日下降 指挥中心认为 疫情在6月脱离高原期之后 往下降的可能性蛮高的 不过台大儿童医院院长 房立民分析 整体的疫情 能不能在6月往下走 还要看双北确诊人数 下降的速度有多快 又一事预估 今天到周四 就有机会看到 确诊数的高峰点 更预测台湾的死亡高峰 将发生在6月10号左右 之后就会一路往下 全台各线市确诊数 几乎一致走低 指挥中心认为 疫情在6月脱离高原期后 就可能往下降 有专家分析 北部已经有2到3成的人口感染 但整体疫情 是否能在6月往下走 还得看双北确诊人数 下降的速度有多快 北部大概到最高点 那现在的问题是 在最高点降下来的速度有多快 再加上南部的上来呢 到了7月应该会看到下降 而且是蛮明显的下降 对于疫情几月趋缓 一届看法不一 用意识分析 由于北北基陶 疫情走向 全都在5月18号达到高峰 大胆预言 这些地方最严重的高点 可能已经过去 从燃疫人口比例来看 这时的基隆已经超过9% 新北大约8% 而北市跟桃源则小于7% 推估燃疫比例 在7到9%之间 曲线就会折弯下来 越过台南跟高雄 在6月2号就会来到高点 而接下来有三个 全台可能会出现的高峰 这落在5月31到6月2号之间 除了确诊数面临升高后降弯 像是新加坡 还有南韩的死亡高峰 都是落后新增确诊高峰一周 因此有意识推估 台湾的死亡高峰 将会落在6月10号左右 死亡的人数不会一下子 就立刻的减少 可能会在高档区 就是在100到150人 这个数值间会停留一段时间 整体致死率有没有机会 往下压还得看给药 能否及时 就为你们一生听我懂 那里面就应该介绍了 给药